這幾年無線滑鼠的快速進化 在職業電競選手間的接受度已經大幅上升 實際上有推出電競等級無線滑鼠的品牌不少 但真的能被選手們信任拿去打比賽的 大概只有羅技的G Pro Wireless 還有長的一樣的G Pro X Super Lite 第二名就是雷蛇的Vibe Ultimate 而且這個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差距很大 當然也是因為選手們習慣一個滑鼠 就不太會隨便換 但我們總是希望市場上有更多好的選擇 大家好我是Jimmy 這部影片我們來看看華碩ROG的無線電競滑鼠 Karis Wireless 首先第一眼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一個右手輪提供學滑鼠 左高右低寬度62mm 腰身最窄處是55厘米 兩側做的幾乎垂直 所以基本上你是捏住這個滑鼠 高度39厘米可以讓你掌心貼住鼠背 然後最重要的是只有118厘米的長度 讓你拇指、無名指、小指 還有掌心三點穩住滑鼠之後 兩指還可以彎回來爪握 如果你手大一點的話甚至可以指握 華碩ROG表示這是尋求職業電競選手合作做出的外型 我完全相信 甚至你可以說這是一個很貪心的外型 因為你要POWER都可以 底部有DPI設定鍵 原廠是400、800、1600、3200 直接按下去正面的RGB就會用顏色來告訴你現在DPI是多少 這個按鍵搭配側鍵還有滑鼠左鏡 也可以拿來控制RGB燈光 然後可以看到藍牙配對鍵 長按3秒就可以配對 不過在實際使用的時候不用按就配對上電腦了 這個鍵是切換配對電腦使用的 右邊就是切換RF2.4G、關機或藍牙連線 最後這裡有一個小插槽可以讓你放USB感應器 這個設計真的太方便了 你不用再擔心你會弄丟 我認為今年上市的無線滑鼠都應該要有這樣的功能 材質上數背數深的部分是輕膚的塑膠 但不是太軟會讓你擔心耐用度的那種 稍微有一點會沾油污但不是太嚴重 左右按鍵跟側鍵的部分都是PPT材質 防滑的表現我覺得中規中矩 但抗磨損跟抗打壓的效果 長期使用就會明顯感覺出來 這邊我拿就的滑鼠來做比較讓大家比較有畫面 而這個材質一路延伸到拇指 還有無名指小指握住的部分 所以不用擔心長期使用會有輕膚材質容易耗損的問題 不過也因為這種分離式設計 這兩條縫特別會卡無垢喔 我拍這部影片之前花了很多時間才清乾淨 很重要的按鍵部分華碩再次放進了招牌的可更換圍洞 原廠給的圍洞是ROG自己做的圍洞 做成紅色半透明展現你的內在美 實際使用手感輕手俐落 行程也不長 回饋手感非常明確 我個人使用起來打射擊遊戲非常好用 也不會輕手到容易誤觸 包裝裡面有送一組OMERON日製的D2F01F 更換的方式很簡單 底部兩個塑膠蓋子取下 這兩個蓋子做的比較奧入 就算你蓋子弄壞了 甚至弄掉了 也不會高於塑膠的高度 不會影響花束使用 打開後就可以看到兩個螺絲 轉開就可以把三蓋拿下來 微動可以直接拿起來換上 這個日智OMERON手感更輕 形成更短 但是回饋感還是夠明確 適合手指力氣比較小的玩家使用 側鍵的部分先注意到兩個鍵中間有個小斜角 這個斜角實際使用上 可以幫助你的拇指更直覺的分辨前後鍵 非常貼心又適用的小細節 按壓力到不費力 不過按進去之後還可以再往裡面壓 這個後形成手感跟質感就有點可惜了 這個側鍵是可以更換的 包裝裡面給了兩個不一樣的顏色 讓你可以做個人化 其實裡面是磁鐵吸住的 所以直接把左邊這個壓住 製造一些高度落差 就可以直接用指甲挖下來 我們來個亂七八糟配 超爽 OK滾輪的部分先看到 是用的是一個半透明的塑膠 這個滾輪的特殊功能就是 RGB燈會有一圈 然後從中間透出來很漂亮 不是啦我在講什麼 我是說DPI on the fly這個功能 就是長按DPI鍵3秒鐘到指示燈亮起 這時候滾動滾輪就可以 以一格100的方式 從100到16000調整DPI 讓你不需要軟體就可以微調DPI 另外你也可以直接不看顯示的DPI數字 直接用使用感覺來找到最適合自己的DPI 非常有趣喔 滾輪的手感一格一格的夠明確 但我個人覺得稍微有點太滑順了 不過換槍或是聚集鏡調整 只要稍微經過練習就沒什麼問題 日常使用滾動格數有點少 我猜測也是為了FPS設計 習慣就好 滾輪鍵按下去的手感偏重手 我會建議放比較不常使用的功能 聲音是低層悶悶的 質感很好 這邊做個聲音測試給大家聽 Karis Wireless是一顆內建電池的無線滑鼠 重量控制在79克非常適中的重量 是少數沒有做挖孔 還可以降到80克以下的無線電競滑鼠 滑鼠表示是用蜂巢結構設計來減重 同時維持強度 這個設計的效果很卓越 如果你想要更輕的話 有線版把電池拿掉 降到62克 續航力的部分 沒開RGB是78小時 有開RGB是56小時 開玩笑有RGB當然要開啊 特殊功能誒 我這三個月使用下來只打遊戲 用兩上個禮拜才充一次電 就算你來上班一天用8個小時 也可以用一個禮拜 絕對夠用 現在滑鼠閃紅燈了 就是告訴我電量降到25%以下了 就算你必須要使用 快充15分鐘也可以用12小時 夠了吧 講到充電 原廠給的這條線是閃繩線 但不是非常軟的那種 如果插著線使用 會有一點感覺到線在晃 不過當然這個滑鼠主要是無線使用 所以沒什麼大礙 充電頭是USB Type-C 這表示你可以用你家 任何Type-C的充電線來充電 非常方便 但是包裝裡面沒有送像這種 Type-C轉Type-A的轉接頭很可惜 因為這樣可以把感應頭 直接拉上來桌面靠近滑鼠 以得到最好的傳輸效能 傳感器使用Pixar PMW3335 大概可以視為低功耗版的3389 適合無線滑鼠省電用 實際使用幾個月下來也沒出現過任何問題 鼠腳的部分是四邊三角形圓邊設計 滑鼠表示 滑鼠腳材質跟方向性對於滑動的影響大於尺寸 我實際使用上也是非常的順手 不會因為尺寸小所以不夠滑 包裝裡面也附一種備用的 對著其他的售價 用無線滑鼠嘛 就是要跟Bolo一樣玩旋轉啊對不對 磨光了再換就好 既然是ROG的滑鼠 想當然也是可以用Armor Recruit來控制的 進來可以先看到按鍵設定 除了左鍵之外其他按鍵都可以被改成其他功能 效能部分可以修改預設的四個DPI 回報率還有按鍵響應時間 注意這邊並不是每個使用者都適合用最快 可以自己設定試試看 燈光的部分可以調整效果 電池模式還蠻有意思的 然後可以調整每一種燈效自己的亮度 校準這邊可以依照個人習慣調整工作高度 電量除了顯示目前電量以外 也可以設定低電量的提醒方式 還有對無線滑鼠省電很重要的睡眠模式 我2月拿了這隻滑鼠到現在 已經更新3、4次認體了 早期一些小問題現在也都解決了 好結論呢 有可能因為華碩之前出過幾隻無線滑鼠 但沒什麼選手用 甚至有出過一直長得跟G Pro Wireless一模一樣的 也賣得不太好 所以Karis Wireless上市的時候沒有受到什麼重視 但我認為它完全是被低估了 我自己用過G Pro Wireless 用過Superlite 也用過雷蛇的viper Ultimate 我認真覺得Karis Wireless 是一隻絕對可以跟前面這幾隻滑鼠分庭抗禮 一時餘量的優秀產品 它也是我用過這麼多滑鼠之後 目前的主力遊戲滑鼠 這個滑鼠的建議售價是台幣2,999 以輕量化無線電競滑鼠來說不算貴 前面我提過的兩隻滑鼠都三四線以上 如果你想要輕量化無線滑鼠 又剛好你喜歡右手輪體工學設計的話 Karis Wireless是你不可以錯過的好選擇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想看我玩什麼其他滑鼠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另外也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